这是一种追求近身短打的拳法 他声势浩大迅猛爆裂 八级拳到底有多大的破坏点 他在实战中又有怎样的表现 三位年轻人将用血汗亲身体验 为您解密八级拳 好 OK 所以我们从CCTV 想给您一个小课程 为您的拳力力 OK 所以我给您的全力力量 好 在我的胸部 OK 你就把握出你最大的力量 大的一下 你的体重有多少 八十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公斤 125公斤 拳的力量会很大 这是2013年底 体验真功夫剧组 在大连拍摄时的一幕 画面中这位强壮的 美国八级拳学员 即将用他的权力 击打我们的武术嘉宾 赵继龙的腹部 这是体验真功夫 在第一季中的画面 体验的就是少林铁路山功夫 而我们的嘉宾赵继龙 也对这种横脸功夫 有所涉及 这是阿龙第一次 在镜头中展现他的铁步山功夫 但是他这次的对手 却是在中国传统武术中 一向以杀伤力大 而著称的八级拳 在近代 八级拳因为其特点 在历史上有着 极其辉煌的经历 普一 蒋介石 甚至我们的开国领袖 毛泽东的贴身护卫 都是八级门人 面对来自外界的威胁 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袭击者丧失行动力 是顶级护卫 必须掌握的能力 对于八级拳的这一特点 这位只学习了八级拳三个月 体型庞大的美国人乔恩 又能发挥出多少呢 给肚子 刚才那个力量 你觉得他比一般人要强得多吗 要强得多 比一般的这种西式训练出来的 这种拳要重 而且又有渗透力 你什么感觉刚才打到他身上 他发挥出了多少力 是全部力量吗 还有一些 还是有点疼 我会被人的另一头 帮我站在那里 这种心里 让我感到恐惧 要不要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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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可以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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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发了多少力 How many power do you use? About 80 什么感觉? 跟刚才一样 It feels good I mean it's different when you're hitting somebody who's really ready to take your punch But the idea I guess is to not hitting them on the surface It's to hit them in behind that So try my best without really hitting the target as I can 刚才那一下很重吧? 不听,比一般人打的要重的多 身高1米90 体重125公斤的乔恩 原本就力量出众 而这位空手道高手 起初对八级拳并不了解 直到他见到了大连的八级拳高手许瑞师傅 乔恩才第一次尝试到了八级拳的威力 许瑞53岁 练拳已有30多年 如今是一家传播公司的经理 三个月前的一次释手 让乔恩对他的八级拳功夫心服口服 现在 乔恩已经败在许瑞师傅门下 开始在业余时间进行八级拳的学习 而据我们了解 以许瑞师傅为首的这群大连八级门人 也都并非以武为生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工作 但是每天战装练拳却从不落下 十多年的积累 他们的水平已经得到了一个人的认可 而这个人就是我们下一站的目标人物 正在写字的这位老人叫吴连芝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据吴老介绍 吴氏开门八级拳 自古就在苍州孟村一带吴氏族群中传承 直至近代 开枝散叶传至全国 而现今 作为孟村八级拳国际培训中心的创办者 年近70岁的吴连芝已经逐渐退居幕后 八级拳培训中心的日常事务 一般都由他的儿子吴大伟主持 据吴家父子介绍 苍州孟村作为八级拳的传承地 这里的八级拳一直以迅猛暴力闻名 这让我们对于接下来的实战环节格外的慎重 最终 设置组决定采用散打规则进行实战 因为这样相对烈度较低 进击部位也比较多 而即将与保罗切磋的这位对手 就是吴大伟师傅的得意弟子 他刚刚与职业泰拳选手进行了一场比赛 并获得了胜利 近似苛刻的门规 保守的收徒态度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 还是因为八级拳的杀伤力极大 一旦使用者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近距离体验中国顶级八级拳师的功夫 在我们的邀请下 吴老特意为我们表演了一套八级拳基础套路 八级小架 我要找到蛇 他要找到蛇 百年轻的石头 有哪些? 真的可以用震撼这个词 没想到一个人身上发出来的声音会那么大 空空的场地里面 被他的链拳发出来的声音所包裹起来了 第一个就是震脚 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跺脚 第二个我们叫醒气 呼吸发出来的声音 第三种就是衣服发出来的声音 还有一种比较小的声音是人体关节发出来的 为了能够再一次体验 我们又邀请了吴大伟和他的弟子分别表演发迹套路 结果变得十分有趣 光从声音上来看 吴老爷子的声音是最大的 然后吴大伟其次 他的弟子就要小得很多 明显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层次 在孟村的第一天拍摄结束了 但是一个疑问却浮现出来 中国有句俗话 全怕少壮 吴老虽然席拳时间很长 但是按照常理 单从力量的角度 年近七旬的他应该不及门中弟子 那为什么他又能发出比小伙子还要大的拳音呢 在这个疑问没有答案之前 我们的八级之旅还将继续 八级门人把两衣装 称为母式套路 而战装的目的是使自己更加稳定中正 从而把身体各个部位整合成一个整体 一时 夹上古代叫囤夹子 套路一开始就是这个囤夹子 两衣囤夹子 八级场面都是这个两衣囤装 它的变化 为了准备一周之后的八级对决 吴大伟师傅并没有按照八级拳的传统教授保罗 在强调装弓的同时 他开始传授保罗一些基本的八级对决 传播 打几圈子 你看你打我 我也打你 我也打你 然后这个个部位你是滚动 我如果打你 你的总型没有了 对不对 你总型没有了 把你打几圈讲究 如果你总型没有了我就 知道了吗 你尽量的要往下去 要很远 很远 你明白了 还一 对